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哈喽民国111年6月12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酒吧新闻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那么今天第二个小时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花莲 大家可能不知道 花莲当然是台湾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是度假旅游的好去处 尤其是最近花莲当地 又新开了非常多的饭店 整个花莲 包括了天河国际 包括了燕坡 燕坡太鲁阁等等的 开了很多新的饭店 很棒 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百年的移民村 它叫做丰田村 花莲的丰田 是一个百年的移民村 那我们特地跟这个花莲县 牛离社区交流协会社区营造组长 杨复明 我再念一遍 花莲县牛离 牛离社区交流协会社区营造组长 杨复明连线 由他带领我们 来看看百年移民村 然后到那里可以干什么 可以玩什么 还有最重要 当然还要介绍 这个牛离社区交流协会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 杨复明在我们的线上 复明好 嗨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先介绍一下 我觉得你先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社区交流协会吧 好吧 我们协会其实是在1996年创立 当时是因为整个农村 当时候就会遇到 例如说像现代化经济 或农村 大家常常会遇见的一些 其他的不同的问题 当时候协会其实就 由四个家庭主 希望带农村的孩子们一起成长 四个家庭啊 那么有心 好厉害 当时候就四个家庭一起组成以后 最早其实是开始带孩子 希望改变孩子 在农村那些 例如家庭教育啊 或等等之类的状况 那带了一阵子以后 你就会突然间发现 你要改变一个孩子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从家庭开始改变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更多 就把关心到家庭 新住民啊 然后青年的生计啊 那你会开始关心到这些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家庭它也是在某种社会架构底下 它真正的问题还是处于农村在当代的发展里面 它有一段时间被忽视 或者是没有被重视的一个情况 所以之后就慢慢的走上了 我们讲的社区总体营造的发展 所以现在其实就有六个组别 包含社区营造组 高龄组 然后环境组 产业组 以及新住民组 各组有各组的任务 对就是县城有六大组 然后各自去发展 应该不是说各自发展 一起去发展 整个村落 整个区域不同的工作面向 那整个是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协会啊 就是牛里社区交流协会 现在总共有多少多少的会员 我们有24名专职成员 哇 那你们的经费哪里来啊 我们目前大概50%是 例如说我们跟政府申请一些计划等等的 50%是我们协会也有自营的收入 它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高了 自营收入慢慢的开始越来越提高 哦就大家越来越需要你们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说 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这么说 对啊就是做出成绩了嘛 对不对 有自己这个自己自足的能力 营生能力 对不对 因为你们应该有 可能是能够走向这样 很多的项目 对不对 那社区营造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 对不对 社区营造 应该是说 它是最早协会发展起来的一个组别 那现在归类的话 名字还没有改 但其实我们更偏向是文化教育类的工作 都会归我们这组来管理 哇那你这一组有多少多少伙伴 我们这一组有四个 四个人 那你本身是学什么的 我本身是念文学的 你所以你也是老家在花莲 然后你返乡来来做这件事 其实我完全没有返乡 你是新移民 也不是 从小到大都在花莲 然后包含大学研究所 我都念东华大学 所以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有记忆以来离开花莲最久 其实是三个礼拜 就是去台中的成功领售去 那三个礼拜 才三个礼拜而已哦 我之后又三起回到花莲 那你还不用当兵哦 国民兵哦 义务义哦 替代艺 替代艺又回到了花莲 替代艺又回花莲 所以你感情放很深哦 对不对 感情下很重 是是是是 对那协会发展到现在 其实经过了 快要到30年了 再几年就30年 那我们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开始逐渐转型 就是第一代的社区工作者 当时候是社区的妈妈们 嗯 他们就逐渐退休 30年前你都还没出生呢 我看起来了 我看起来了 我们现在是26年嘛 24年差不多 那当时候协会的社区妈妈们 就2016年的时候逐渐退休 那2016年刚好那时候 有很多青年返向 就是当时候协会带领的 就带领我们长大的 这些年轻人们逐渐返向 我们就来又来承接协会 所以像我们都是给协会待大的 哦这真的是要有心 就是有一群有心人 想要繁荣繁荣繁荣地方 然后把自己的家乡弄好 对不对 嗯 对啊 所以就还算幸运 我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回来接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在想 嗯 现在其实有 其实这两年疫情底下 包含主持人刚才开场的时候 有提到花莲的观光灯 嗯 包含像 呃 树花改开通 整个花莲的观光状况 又变得更不一样 那疫情影响当然这两年国内旅游又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嗯 那尤其疫情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我们大家开始更习惯用网路 包含像我们此刻用不公命用我们彼此在做线上反弹 其实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再受工作区位局限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越来越遇到更多的科技人才或呃 不同的创意工作者他们会移居到华东地区 他们开始选择我走向生活 嗯 然后工作透过网路来连接 嗯 好棒哦 哎你们为什么你们的协会为什么要叫做这个名字啊 牛梨 牛梨这个名字吗 对啊 嗯 生活奈老 啊 他其实是有一句台语但我台语不太好 但他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牛如果愿意做的话不怕没有田好跟啊 哦 所以这是你们这个协会的slogan 是不是 对对对当时候因为自我时需 对因为20年前整个社区农村的环境当然就如大家想象的那般 是 他们一起出来的时候就有想着说只要我们愿意做事我们不用在意环境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做就能够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后来就取名叫牛立 都是在地人对不对 对当时候呃应该是有一个家庭是宜居来的哦那那三个家庭是在地人这真的很让人感动哎就我的意思说就说愿意 愿意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甚至精神投注在投注在这个繁荣地方上面我觉得很厉害都是专职的吗 像你现在是专职的了啊对不对 我是专职对不对 当年可能很多很多那老一辈第一代的伙伴可能是前辈了啊可能是兼职的对不对 对对他们当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是完全没领薪水嗯我们好像一直到94年还95年的时候才有第一个专职工作人员就已经发展接近十年哦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创会的创这个协会的这些前辈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令人敬佩了我觉得对对然后把这个基础架构打好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把地方做好对不对对对那可以看到很显著的成绩对不对对不对对对那可以看到很显著的成绩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都会说我们自己是富二代就是前面有人让我们打敌好哈哈哈哈哈哈也对哦也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丰田百年春来慢慢讲嗯慢慢讲哈哈哈对啊我们要讲一个我们要讲一个小时让大家很清楚的那个地方可以怎么玩好不好走啊好了呃我其实要讲丰田怎么建村他 有一段很慢才能离开他甚至可以追溯到四千五百年前是这么远没错四千五百年前对我先从近代的来讲就好1909年的时候日本在统治台湾的过程间他们一直想要把台湾变成所谓的另外一个日本嘛嗯那当时他们发现了就是例如你在西部你会遇到很多汉人那他们有很多盆跟错节的地方势力可是东部相较而言人口西方那大部分都是 就是部落的原住民嗯那原住民主但第一个因为人口少再加上他们的语言文化系统又跟汉人不太一样嗯当时候日本人他们就有系统的谁希望在东部那边建立一些移民村那这个移民村他希望是打造了一个像是日本的飞帝 就会像美国的唐人街哦那台湾也有日本村这样嗯所以当时他们就选了好几个地址其中一个选到了我们风田这边当时候他们看风田这边很有趣它是在重谷里面嘛海岸山脉中山上然后我们在重谷之间它是一块平坦的呃应该讲平坦的狩猎地 那时候林静长会称这里是水草丰富的地方这样子嗯那狩猎的猎场哎当时候他们就看了说哎怎么这块地方这么漂亮都没有人居住所以脑上就规划说在我们这边建造一个移民村又是平坦的土地那你只要跟种过哎你只要整理好以后就可以变就可以直接跟种嘛哦是一个农耕民族嘛嗯 嗯那当时候他们建村在1913年终于建村嗯那1913年建村1913年把这村子建起来了嗯对当他们建村的第一年就发现为什么这边都没有人在这边生活哎因为旁边有一个花莲溪花莲溪的初海古在我们附近是那如果你了解花莲的地理环境的话就知道台风通常登陆东部怎么登陆花莲有三个主要的地方 利物溪啊修古兰溪跟花莲溪花莲溪是最多的所以当年七月他们就马上遇到了第一次的大风暴台风来了吹进来从这个溪口就吹进来了啊对从那个花莲溪的初海口就这样一路登陆进来然后几乎把整个村庄就是回了啊对所以当时候他们就马上发现为什么这边没有人居住所以他们突然隔了两年以后就马上开始建造了一条大坝在花莲溪边 建造了一条堤防防止那个水患再淹进来这条堤防很有趣他一直建造了1960年建造了盖这么久哦对因为他后来建造几十年哎如果大家现在去查啊台湾历史上第一支纪录片叫做刘币架刘就是刘备的刘嘛币是必须的币架是庄稼的架嗯他讲的是一个呃湖南的老币 连转来到台湾最后被政府安排来到我们这边盖大坝是啊啊其实就在讲他怎么去建造这座大坝就退休的这些老兵了哈嗯对对那回头来讲丰田他出来就一度建村到1945年之间但他当时候逐渐建村的过程因为他是关于移民村然后有一种标签的建筑包含移民指导所包含小学校这些这些都日志时代日本日志时代的政府公布 部门花钱来来盖的是吧对对对哇那他有一些很重要的包含像神社神社神社的神社他是所谓的无格社无格是无是没有无格是格调的格啊无格是日文之间翻译过来就是没有等级的神社所谓没有等级什么叫没有等级哦对他不叫就是不代表他最低级代表的是他的等他的层次太高高到没有办法放入等级 真的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里面拜的每周叫做玉琳黛 玉是天皇的那个玉 玉是什么零 玉是什么零? 零体的零 带是代表的带 零 他是你的木啊 对玉琳黛 什么叫做林体? 啊林体的零 玉琳黛 额玉琳黛 它是一个类似像牌子样的神组牌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對對對對對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他以前是新田神社 哦OK 那他那時候在那個玉林帶 他是特別從日本一路渡海 來到花蓮港的外海 花蓮港外海在下一艘小船 那艘小船包著就是層層的擺佈 然後所有花蓮港廳的廳長啊 達官貴人啊全部都在那邊 哦 去迎接 嗯 去迎接 然後迎接以後才送到我們這邊 那就要講玉林帶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進一段廣告 我們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東西 對於當時的日本人這麼重要 待會回來啊 嗯 來繼續 回到酒吧新聞台 超級玩樂大帝國的節目 我們今天線上連線的是 花蓮縣牛梨社區交流協會 社區營造組的組長楊富民 那請富民兄來跟我們來介紹 花蓮花蓮的一個百年的移民村的 叫豐田村 那麼從日治時代開始啊 就開始建建建建村了 1913年就開始建村了 那剛剛就聊到了 嗯 可能跟在地 村民居民有非常重要關係的 就是 玉林 玉林社 玉林寺 對不對 豐田神社 哦 豐田神社 OK OK 好來 你來說 對 剛剛講到 世大裡面有拜一個叫 玉林袋的那個木牌 那個木牌為什麼這麼重要 嗯 需要這麼多人去迎接 其實是因為 那個 因為大家知道日本天皇 他其實是沒有身份證的嘛 哦 因為日本天皇 對大家來講是神 哦 那玉林袋 其實代表就是 日本國土 神體跟神的象徵 哦 所以他進到了豐田神社裡面去 那他很標誌性的就是一個觀營移民村 他希望讓所有的日本人居住在這裡的說 覺得我好像從來沒有離開日本 我就在日本生活一樣 哦 所以他的這個建築規格 可能做的也要像像日本差不多的樣子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那個主持人手中的那張教授 一定會很疑惑 所以為什麼他後來變戰後變 就是在當代變成了 呃 台灣傳統寺廟的樣子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是不是因為 大家不懂得保存古蹟啊 或等等的 就把過程投射給毀了 蓋成新的 那其實不是 它是發生在1957年 1958年 是 當時候 台灣有發生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823炮戰 在西部 哦 第二個是 溫尼颱風登陸 在東部 哦 溫尼颱風當年的登陸 幾乎把整個花蓮幾乎都以為了平地 那那時候 這麼厲害 對 那時候我們的風田神社 神社也是在那個階段的時候倒塌 嗯 那倒塌以後 其實村民們 啊 當時候是希望照著神社的樣式來重建 他們籌前籌了4年 但最後一個缺乏的師父 最後還是依照了 啊 中國寺廟 對 就是台灣傳統的寺廟的樣式來建建造 嗯 那當時很有趣 如果今天大家有機會來到風田 去碧田市裡面看的話 看那個建廟的方明錄啊 嗯 上面都有日本人的名字 哦 那是因為1945年 日本人走了以後 他們 應該講1946年才正式離開 他們離開了以後 他們有創辦了一個組織 叫做豐田會 哦 就是那個豐田會就是索爾 在豐田長大的日本灣生們 他們回國以後去成立的 所以他們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跟我們定期保持了非常良好的關係 甚至村落需要建造啊 需要怎麼樣的時候 那個豐田會的成員 他們捐錢 出錢出力 嗯 我就講1958年神社倒塌要重建 他們捐了10300多塊的台幣 在那個年代 那不夠啊 對不對 但是就講 光是一個已經不居住在這邊的人 他們捐了這麼多的錢 嗯 那其實當時候整個村莊 最後好像是募資到了10萬塊錢 嗯 他們占了水分之一 對啊 嗯 那後來日本人離開了以後 蠻有趣的是 因為當時候關於移民村的關係 所以大多數的人 不能進入到日本村裡面生父 他們都是在裡面 所以只有 所以這個移民村 當年的這個豐田移民村 只准日本人在裡面是不是 對 因為他就是要營造一個 哦 我在裡面 我是日本 我是他人的這樣子一個感覺 啊 那當時候有趣的是 呃 1946年他們離開了以後 其實大家都逐漸的搬進來 嗯 那還滿了 許多的客家族群 嗯 其實蠻能夠理解啊 當時候會來到東部的漢人族群 基本上都是在西部 我可能 啊 家產不夠豐厚的 我才會選擇來到東部 是啊 客家族群 嗯 對百分之十二十是原住民族群 跟外 剩下的就是外省跟新住民等等 嗯 那融合相處的如何 其實很有趣的是 很多人說我們這邊是客家村 那如果你來這邊看的話 會看到很多好像那個 客委會的經費啊 或 縣府 呃 鄉公所他們就建造了很多客家意向的裝置 哦 但如果遇到這些裝置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跟客家 好像沒那麼大的關係 嗯 包括很多客家的長輩 他們主要想的意願也是明蘭裔 是 那其實跟他們過去在 那就妙了 那就很妙了 嗯 因為這其實是整個東部有一個很有趣的 客家文化的現象 因為他們是在 整個台灣 甚至在中國 不斷的移民到台灣 再移民到東部 那 就是在移民到台灣的這段經驗裡面 當時候的主流意願是明蘭裔嘛 是台裔 嗯 所以他們更習慣的是 我不要在外暴露出我太多的族群身份 我融入到 哦 所以我們很多長輩他們 如果除非很確定你是客家人 他們想跟你講客家的話 不然大多數時候他們台語 就直接講台語溝通 就直接講台語的 我們上課跟老人家上課 也都是直接完全講台語 是可是他們其實祖籍是客家對不對 還包含很有趣的是 他包含他們像客家小草 他們會放山豬肉 或者是放味噌 他其實都收到以前 日本文化或原民文化的 融合或交涉 你們這個豐田 豐田村 確實的位置在哪裡 確實的位置在花蓮縣的售豐鄉最南端 售豐鄉最南端 豐田村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所以大家一直稱呼這個名字到現在 包括你看今天的郵局 警察局 還有火車站 他的南竿叫豐田派出所 豐田郵局跟豐田火車站 所以這就是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到 對不對 對 這有好多昔日存在這裡 可能已經超過百年的建築物 對不對 那這個是用一個漫畫的手稿來提供 有趣的是1946年日本人走以後 大多數人也都是搬進來的 可是今天大家也都以豐田輪至去 都算外地來的了 不是在地 都算外地來的 對不對 對 可是為什麼你們的相信力那麼強 我覺得其實 因為我自己的碩士論文 就在寫這種地方性的行程 是怎麼形成的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那個年代多數會選擇搬家的 或遷徙的人 他們大多數都遇到兩件事 要嘛人災要嘛人禍 天災或人禍 你才會因此而 離開自己的原鄉地 跑到其他地方生活 我覺得有另外一種 可能是經濟因素 對不對 什麼東西 可能是經濟因素 你說一個是天災 一個是人禍 但我會離開 我之所以 必須離開我原來的居住地 前往另外一個地方 甚至是一個過去完全陌生 而不熟悉的地方 那經濟因素有可能 經濟因素 但我就會把它算在輪廓裡面 因為例如說我們有提到說 有很多是因為災難的前行 災難有包含戰爭 對 也有包含風災水災 像八七水災 當時就來了非常非常多 大量桃竹苗地區的 移民跑到了我們 桃竹苗 桃竹苗那邊過來的 OK 那 還包含我們去訪談 很多長輩的時候 你都會問到 例如說他不是長子 他沒有辦法繼承我原鄉的土地 那也有遇到那種 就像你講的 他做生意失敗了 或者說他覺得說 想要去發展其他的東西 最後短短的來到東部 也許這裡 因為是屬於相對起步較晚 開發較慢的地方 來這個地方 我就有比較多的機會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 自己都會好玩 有去稱說 我們這邊東部 整個東部 其實就是 頭難的終點 哎 這太悲情了吧 沒有 但是 你要去正視到這件事情 你才會明白說 為什麼大家今天會以豐田人之居 因為他們過去經歷了一段 在逃亡 或者說我受到傷害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最後來到這邊 我重新建造了 自己的一個新的家園 這樣的情感 他才能夠去跟 你的原鄉之間有一些拉扯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 就會很像 我們在海外的華人 唐人界的華人 他們可能都會認為說 我自己的祖國 是在哪裡哪裡的地方 可是 在東部 很多族群 他們不太有這樣的情景 而且他們已經跟身體股認為 對我可以是廣東的 客家人出身 但不好意思 我是豐田人 我覺得這東西的 的那種 認同的拉扯 在東部裡面 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那你如果進去看 他們的遷徙故事的時候 你就不難夠 就是不難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境 產生 每一個人的這個 這個故事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但現在就是每一個人 當你問他 你是哪裡人 他可能就告訴你 我是花蓮 豐田人 是不是這樣說 對 好 那你們 你們這個 牛離社區交流協會 那麼在推動 推動的 就是要把這個地方搞得很富裕 是不是 還是要把它搞成一個 一個產業聚落 其實怎麼來 我們一直都不太會認為說 我們要努力的去發展產業這件事情 是哦 因為發展產業 因為最早是為了孩子 對不對 應該說 包含現在 包含像地方創生這樣的名詞 開始新奇以後 很多人會談說 我要在地方發展產業 人才會因此而多 但其實我們發現這件事情 本身是有一些吊詭的 例如說 上一個世代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的確我們有很多的加工出口區 有十大建設 因此吸引了多數的農村的人 去到了都市裡面生活 是 但是在這個時代裡面 仍然會如此 例如像 您剛剛有提到 我們開始有了一些新的飯店 有了一些新的民宿 當然不是說飯店或民宿業 這些東西不好 而是說 我覺得 要更去想像的一件事情 是我今天一個大學畢業的學生 我願意到花蓮去 當一個民宿館家嗎 這好像可以 或者說 當然我願意到花蓮來去做 鋪傳單的行業 做一個鋪傳單的服務員嗎 那就不要了 當然不是說這些工作不好 而是要說 它真正的重點還是在於 我們在這個時代裡面的生活 我覺得跟上一個時代已經不太一樣 上一個時代我會為了家境 我會為了生技等等的原因 經濟因素 我選擇了 但這個時代你會發現 越來越多的人 他們選擇的是生活 就像我剛才前面提到的 這兩年我們看到 非常大量的人移居到了東部 他們因為我少賺一點 但是我擁有更多的生活 我擁有更多不同的 自在 不同的 在主事的那種感覺 是 所以我們開始不太去談 產業這一塊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們常會認為 去談產業之前 我們有更多要去解決的問題 包含像花蓮這10年來 長期的發展 觀光旅遊 你會發現到 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開始發生 它社區跟地方發展的主客位置 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 哦 我就舉個例子 嗯 遊客們今天來豐田旅遊的話 他們租得到腳踏車 哦 但我們這邊的小孩子要秀腳踏車 腳踏車電影已經沒有了 哎 奇怪了 這不是有趣的嗎 就是 那地方的發展的主客位置 他就有了一些明確的變化 你會發現 越來越多地方的發展 開始服飲遊客 而不是為了去本地想像 嗯 它其實是 很多地方在發展觀光發展到某種 呃 應該講說偏邪的偏俠的方面的時候 就會發生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開始關注更少地方居民的需求 而關注更多 遊客 可是那個 可是那個還是因為經濟嘛 就是它需要 它需要穩定而持續的收入嘛 對不對 OK 對 那 但到後來我們就開始去談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開始談的是叫做支持系統 我們要支持這個村落 就包含一下 地方創生他在談的時候 面臨到最大的危機是地方消滅嘛 那地方消滅它不是說 我能今天一個一個少 少到零的時候就消滅 它過程不應該是這樣 而應該是這個地方居住越來越不方便 我開始沒有了超商 沒有了掌門店 沒有了醫院 這些東西 導致地方生活越來越困難 我仍開始移除 它才導致這個地方逐漸的消滅 沒有人居住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希望我們去維持穩定 社區的生活功能 讓他的支持系統可以建立起來 例如說 我們現在目前在談的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如何讓每一個青年在這個地方 做產業的時候 他能夠 做到最好 我們就就衝著這句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啊 就是你要把這裡做到最好 你要 你想 你們想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我們繼續跟花蓮縣牛離社區交流協會社區營造組的組長楊富民聊花蓮豐田百年移民村這是一個百年移民村我們繼續下去接接上個階段的話題來 好我們剛剛有提到說青年要在這個地方做產業 我們要先去了解他們到底在農村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發現在農村地區他的產業鏈結不像都市 都市我們常會形容都市的產業鏈 如果你用A到D來做代號的話 公司可能是大寫的A到小寫的A到D都有 都有 那農村他不一樣 我們可能只有A有E有G 所以我們少了非常非常多BCD1什麼等等之類的 資源系統不夠 對 然後還包含整個產業的多元性不夠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農村在工作在創業的人 他們常常要先負生產加工跟行銷 等於一級二級三級產業他要自己一個人來負責 他們有其他產業來協助他 那同時之間他又會因為例如我家中我有小孩子 我有 附我需要 然後你會發現他同時要肩負著家庭的壓力 同時又要肩負著產業創新的壓力 哇 真的 你講的我都不想活了 對 我們後來曾經在盤點的是 那我們對親人 要去支持他們創造產業的話 我們其實要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分階段來處理 例如第一階段 我們怎麼去談他們的家庭壓力減輕 這就是社區營造很常在談的 例如說我們有成造的老人班 我們有小孩子的照顧班 我們有最後的輔導系統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青年他今天居住在我們這邊 他的父母可以從禮拜一到禮拜六的早上到中午都去上我們長輩班的課程 那是新的朋友 那同時我們還支應午餐 這個叫你下午還有下午的課程 那有沒有下午茶 下午都要 那孩子的話有趣的就是你小孩子送去上學 上完學以後 我們也不需要你送去補習吧 你可以到我們的教會那邊有一群孩子們在那一起寫作業 你也可以到我們的五味屋 因為那個小孩子們做公益的地區 有一間商店 你也可以到把孩子送到那邊 會有大人們去照顧你的孩子 那你就會發現一個青年他在那邊成家立業 他其實到過數時候我不用去管我的爸爸媽媽在幹嘛 我也不用去管我的小孩子 可以心無旁駕的專注他想做的事 對所以他就會發現說社區開始有不同的人來支持他在家庭中的壓力解放 他可以更加專心的去發展他的產業 這是第一階段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階段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才是會去談到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補足不同產業的鏈接 例如說 現在可能大家在疫情底下面臨到最困難的 以農村來講 很多農產品過去是很依賴實體銷售 你看到我的水果很漂亮 我跟你買 對 那現在開給大家都透過網路 那是網路行銷開始是不是一回事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去補足他們在網路行銷的方式 去建立平台 甚至建立整個村路的品牌 所以你們協會就會幫忙 伸出援手幫忙大家建置這些系統 對這也是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去發展的方向 未來會建立整個地區的品牌 來幫助在地方不管你是 小農商或者是小型的企業 我都希望能夠有一個共同的品牌來幫助大家 讓大家在三級 就第三級銷售那一端的煩惱可以少一點 我專心的去做一二級的創新跟服務 因為所有的產品他其實要去提到 最後還是要賣出去 對 就是說他提到升級跟創造的話 他就讓他回到生產跟加工商業 你才能夠去談他怎麼去做創新 所以這才會是我們再去談 說發展產業的面向 我們不太會認為說 你去發展 例如說我今天 我們協會也弄了一個早餐店好了 弄了一個民宿 弄了一個咖啡館 我可以請了兩三個人來 好像我遇到了一些地方的工作機會 但我們覺得以這樣子的角度來想 地方真的能夠被幫助嗎 那從那個角度來想 我們怎麼去建造整個村落 完整的知識系統 讓每個青年會知道 我今天搬到這邊來居住 我可以把我的壓力最大幅度的減輕 我不用像我去住在都市一樣 我的父母要怎麼到醫院 我的小孩子要送到哪一個補習班 還包含都市的高房價高房租 但到我們這步 仍然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可是你有更好的高度跟 生活品質 對 那我們還是要回到跟旅遊比較有關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到了這個豐田村 我們保存了什麼 然後有什麼樣的觀光特色 像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對不對 對 這是地連市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豐田神社 這兩個是同一個地方 這兩個是同一個地方 怎麼看起來不一樣呢 蛤 來你要好好來介紹一下 蛤 這樣啊 必然是他很有趣的啊 就是他剛前面講到溫尼颱風吹垮了以後 一起把他重建的 是 但今天大家進去的會發現 必然是他拜了兩尊主神 一尊叫做 鑰匙如來佛 他是在後面有一個小小的石碑 另外一尊是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最早最早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要從1946年的時候開始說起 前面有提到說 我們當時的豐田神社 這個主要主事的就是玉林帶嘛 日本國土的象徵 日本人離開當然會把這東西帶走 所以軍民們到後來搬進了豐田村以後 去神聖一跳 哎 怎麼辦 我們地方竟然沒有神明了 哦 因為當地人帶來講 這是一件大事啊 地方不可能沒有神來保護他 但當時候又因為整個花蓮地區 包含像那個花蓮港廳 有很多的木材廠等等的 都在美軍的空襲下被炸毀了 哦呦 那還有很多工匠的師傅 在前一期的軍夫的時候 也都被招走了 哦 所以把無道心的人來幫忙建造神像 哦 所以當時候他們就決定了一件事情 是把在街上 祭祀的鑰匙如萊博的佛像 引請到了豐田神社裡面去見 哦 他本來是在別的地方 現在把他請過來了 嗯 對 因為當時候日本人剛搬來的時候 有瘧疾啊 水土不服啊 哦 在街上立那個鑰匙如萊博 是逃避身體健康 嗯 當時候他們就先贏了鑰匙如萊博進來 嗯 那一直到了神社重建以後 鑰匙如萊博就在那邊 當了我們很長一段時間 祖世的神明 祖神 嗯 當一直到了1976年的時候 嗯 必然是有一期的重建工程 嗯 他們引請 釋迦牟尼佛進來 哎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已經本來就已經有一個神了 他還要再請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佛是不是位階更高 哦 哎其實沒有 如果我叫佛的話 位階都一樣 是哦 佛善 羅漢 這樣一路下來 哦 嗯 那 為什麼會請釋迦牟尼佛就好玩 就大家今天一進去避典室 看到一個金幣輝煌的 大佛的佛像 哦 哦 就在裡面 哦 他跟那個釋迦牟尼佛之前是日本人 雕刻的那個小小的石碑完全不一樣 哦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 第一個原因是 當時候的台灣人 啊應該說這個年代台灣人也一樣 大家並不是那麼習慣拜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比較熟悉的啊 對 那第二個事情是當時候豐田發生的一件事情 嗯 豐田在1965年的時候正式開採了豐田域 哦 在1976年的時候年產值達到最大值 達到50億 在1976年 這麼多啊 對 所以可以想像當時候的豐田村多麼的富有 嗯 所以在整個神社 整個神社霍佛避延室的重建工程中 就有人說我要捐17萬 哦 我捐17萬 讓你們來來來把神社重建 但我最後一個要求 我要拜釋迦牟尼佛 是哦 所以當時候我們就變成兩尊祖神 哦 很有趣 所以今天大陸來去看 如果懂這段歷史 然後發現碧岩是 他其實很有趣 他第一段是跟 日本人離開把神社帶走有關 第二段是跟台灣在經濟起飛 在農村 還包含豐田域這段也很有很有趣 花蓮產域這件事情 甚至都有這個玉石博物館啊 後來變成了一個在地民物 對不對 所有的外國觀光客來到花蓮 他可能多多少少帶帶一些這個 跟玉有關的紀念品伴手禮回去 然後當然更富有的人可能 買那個用玉做的家具 因為我永遠記得那個花蓮的很多地方的人行道 地上鋪的是大理石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反正就是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的 這應該叫什麼 伴手禮了 對不對 所以花蓮產域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對不對 對 但玉石這件事情其實也很有趣 2021年的1月 我們這邊就在豐田這邊去年 花蓮考古博物館 所以大家今天來豐田的話 也可以來我們考古博物館 考古博物館 為什麼跟玉有關係 就要講到前面有提到說 4500年前豐田就曾經有人生活了 這段經歷 要講到豐田域為什麼被發現 其實是1932年 當時候日本人有一個記載說 有一個獵人在山上打獵 追獵物踢到一塊石頭 換一塊石頭很漂亮 就帶下山去給移民指導所建定 移民指導所就說 這上面有10年也有玉礦 所以他們就發現 我們這邊山上成10年 然後獵物也帶著官方的人員 去到了山上的一個礦洞裡面 那後來就正式著 我們這邊就開始有了 第一個10年工廠 當時候開採的10年 會全部送到新竹 他們去燃料廠裡面 去做軍事加工 因為當時候日本已經開始有野心 要逐漸的挖 10年可以做什麼東西 我只知道它是防火隔熱的 但是例如說你要做炮管 你要做炮動 你都需要有防火隔熱的繩子 所以它是一個重要的 軍事工業的材料 所以它會送到海軍燃料廠裡面 去做工工 那這件事情就是 它很好玩的是 這故事裡面一直有一個謎題是 當時候那個獵人 怎麼帶這些人去到礦洞 那個礦洞哪裡來的 對誰蓋的誰挖的 這東西在1980年的時候才解開 1980年當時候整個花蓮的鐵路 包含到台東的都在整建 那當時候在動工的是台東火車站 台東火車站 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是當時候在底下出土了飛南文化 他們在飛南文化的遺址裡面 發現了大量的玉石 我今天去台東的史前人類博物館 史前博物館的話去看 他們有一個鎮管之寶 叫做人獸型玉絕 那是什麼啊 一個人獸的玉絕 他們掛在身上 哦 當時候他就在研究說 這個玉石哪裡來的 對 那他們還沒有連結到風田玉 沒沒連結沒想像 沒連結到 但後來一直到整個台灣 或整個世界的 通訊啊 網路越來越發達 還包含跨國的研究 越來越多了以後 大家也開始在1990年代的時候 發現了東南亞地區 很多南島羽族的遺址裡面也出土了 跟飛南文化很相似的玉絕 那大家都馬上點起來了 哎 那可能是台東那邊出去的 嗯 他們後來又發現了說 哎 不是台中 到底是哪裡來的 後來他們發現的是我們風田這邊產出的 包含像主持人其實 應該是兩個禮拜前 不知道多久之前 我才那個阿改灣生活有限公司 他們在那邊 地底下就發現了一個最大型的 哎 現在整個東亞最大的 玉石加工遺址 哦 嗯 那這樣講起來 風田以前應該很有錢嘛 甚至 甚至整個花蓮應該都很富裕嘛 對不對 因為 我就是要講到的是 我們跟那個平林 就是芝雅甘部落 芝雅甘遺址 我們跟他們大概只差10公里 那當時他們去考古以後就發現 他們 4500年前的 南島羽族的先人們 就會在我們山上產域挖礦 挖礦以後送到芝雅甘部落那邊去架工 嗯 架工之後再一路送到台東的北南文化 哇 這麼長 從台東的北南那邊 出土 哦 就一路出海 然後出口送到 整個東南亞的南島羽族的文明裡面去 那其實那這樣講起來花東以前應該很富裕 而且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 來進駐 怎麼會後來變成了一個 就是人口比較少 然後感覺到沒有 那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些 東西是大家要去 觀念要去更新的 是我們過去在學習的文化裡面 其實都是大陸文明大陸文化 我講的是陸地的大陸 所以當然我們看民族 大家也常講的是農耕文化的民族 可是南島羽族他們不是農耕文化的民族 他們是漁獵文化的民族 對 狩獵打魚 所以為什麼豐田建村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人繼續在那邊 一個原因是因為有灰煙水 第二個原因是 對當時候的原住民族來講 我們不太需要平地 我們需要的其實是靠山靠海靠西的地方 哦 哦 ok 嗯 魚獵需求 嗯 對魚獵的文化 那其實包含現在 在講的 整個漆物文明的發展上 當時候 在芝亞幹椅子跟豐田這邊 都有發現我們講的管型域 嗯 就是 建造了像吸管一樣 在4000年前 他們就做到這件事情 像吸管一樣啊 那就要一塊柱狀體打 真 中間戳空嘛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外面再打磨嘛 哎 對 這技術其實也非常非常難打 那而且會浪費很多啊 真是 對 嗯 對 所以當時候他們就發現了整個台灣的南道語族的器物文明 其實完全不輸 我們過去常學到了中國的文化 那我現在去去你豐田村可以看到嗎 現在去豐田可以啊 我們當然有一個 我們有第一個我們有考古博物館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我們進一段過 待會回來 你把豐田村 就是說我今天專門 就是我今天專程去花蓮度假 然後專程去豐田村可以看到什麼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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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什麼 待會回來 我們繼續回到節目中跟花蓮牛離社區交流協會社區營造組長楊富民聊這個百年豐田村百年移民村來來來來來我們說短時間來這裡面有好多東西我們到當地可以看什麼 我就先講我不然我們先拋開地圖好了好直接先來講說來豐田如果你想要體驗玉石的文化好想想要磨玉的話你其實在夏天有三個王八 第一個是你可以去白豹溪我們附近有一條很著名的細水的溪流好白豹溪它因為上面它的源頭就是礦洞嗯所以每次下大雨之後都會有一些衝刷下來哦真的啊嗯在溪裡是可以檢減到玉石的哦玉石的磨玉那要嘛你也覺得我很想要磨玉石的 磨玉的話你也可以來我們有一個呃如蜂酌玉的加工廠它還沒有用的DIY你可以磨自己的玉玉的印章玉的手鐲玉的墜紙哇嗯嗯墜紙哦手鐲難了吧哪那麼容易啊手鐲它其實也可以戴只是時間就要長一點對啊哪那麼容易啊接下來的話如果說哎你對玉石文化還呃很有興趣那你想要了解的不只是中國文明的玉文化嗯你也想了解人道瑜就是玉文化的話你就可以到 我們的考古博物館考古博物館哦對它裡面有出土整個花蓮地區的相關考古企乎跟文明哦你看到以前的史前呃南島瑜族的人類他們怎麼去煉鐵煉金甚至是怎麼去磨玉哦它都非常的有趣嗯那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日本文化這一塊的話嗯未來有我們的移民指導所嗯它最近核心的開放可以到裡面去看不同的展覽 它要包含我們這個這個這個地方是吧對對對對對這這麼小這好小哦它未來會有一些不同的展覽在裡面那再來的話也可以去到我們公里國小的建道館它就是以前日本小學校的建道館建道館哦對嗯就是你可以在整個村莊裡面找到不同的日本遺跡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還是那個生活的氣味感因為我們整個村莊它是經過1913年當時日本時代他們建造的 就很像你在京都不是看到他們建築街道像是棋盤似的一樣對我們這邊其實也都像那個模樣就是它的棋盤方方格格的所以你在裡面你知道我們這邊你去住一台單車你可以不用擔心說我要看手機會不會你移路會不會什麼的嗯你可以看左邊的你可以看旁邊的海洋山脈跟土壤山脈你就會知道你的東西南北的方向哦在這樣的一個街道裡面騎單車的時候 你可以盡情的去我覺得它是有一種很安心的感覺讓你去在這裡面嗯呃去觀察村落的狀態嗯然後去生活甚至跟軍民們攀談嗯因為一直有說我們這邊是移民村我覺得移民村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軍民們的包容力非常非常對大家不會去排斥外面來的人大家甚至很熱情的接待嗯沒在這邊玩對不對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來這邊去體驗看看OK我這裡有一些準備 準備的照片像這個是什麼地方這個其實就是你剛剛貼的那個移民指導所真的啊他以前的樣子啊這個叫前世對不對對對對這個叫今生是吧沒錯沒錯哈哈哈哈啊哦好他就在風里國小旁邊風里國小就是以前日本時代的小學校啊這裡呢這個就是風里國小小學道的建道館建道館 因為當就是會搬來就是拿學建道現在還有在教嗎現在沒有現在裡面在學跆拳道哈哈哈哈怎麼怎麼會這樣子對不對啊台灣比較喜歡跆拳道一點是嗎是嗎啊這個這個講一講哦現在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這個東西要移開要幹嘛的這個很有趣其實我反而是不支持他移開的因為你重新去看到後面是日本時代的建道館前面有一個呃呃呃呃 民國政府時代的一個威權的威權或一些一個偉人的銅像之類的都好對其實你看這兩個建築你就看到整個台灣在百年的歷史歷史後面的是日本的學校啊前面的是呃民國時代的統治象徵我覺得他其實從這個建築裡面包含他地板那個地磚很多建築念建築的念設計的會喜歡來看這些你可以看到那個磁磚是某個年代的美學 你看到後面的日本時代的建築你也知道他是某個時代的美學哦對你這樣講有道理對同時你又看到他這過程中他一些不同的文化在一個文化裡面的展現這個是日本警察廳社他現在叫做客家文物館哦怎麼有展示一些跟客家以前的警察廳社的意思是他不是辦公的地方是是長官住的地方哦呃他同時都有他有小室社他也有派出他也有派出他也有 他有辦公的地方哦他有辦公的地方可是他他要休息睡覺也有也有哦這個這個有改建嗎沒有這個有稍微改建但基本上是依照他原有的輪廓去建造可以只是內部的空間配置有不一樣可以進去嗎游客可以進去嗎現在可以進去現在可以進去啊這是什麼這個是墓葬園區就當時候日本人他們就這個對對對他這個像上面是墓碑 對下面的那個石翁啊嗯那個石棺他其實裡面是中空的他打開來的話是可以放骨灰哎呦那這個是這個是今年一月的時候我們發生的一件事情啊有一群就是因為他裡面是中空的嘛所以有一群從野風的跑進去了哦所以我就不知道哪裡來的養蜂人對啊這個是這是人工的風箱欸對不對養蜂香好最後最後這個是什麼他老兄怎麼會在這裡 這個其實要講到我們產風田育的時候因為當時候大家會乍山乍山以後就會很多動物跑下來哦大家就發現了有一隻那時候是一個阿嬤啦撿到了一隻小熊可是他不知道是小熊他以為是狗真的假的啊講在家裡啊越養在家裡越養越大越大受不了了就決定把他送走還好咧我以為越養越大越養越大阿嬤就不在了哈哈哈沒有啊 所以大家就說阿嬤養的狗都特別厲害哦好了好了哎聽眾朋友還有這個觀眾朋友啊這個我們時間已經不夠了因為剛剛花了一點時間我們在講他的歷史那沒關係這個地方叫做花蓮的豐田村那你們可以去找找這個花蓮縣牛林社區交流協會我相信在他們的網站上或者他們的官方的臉書上應該都有相關的資訊啊對不對到了花蓮記得他在 收封收封收封箱的南端最南端可以去看一看因為這裡這裡有很多的這個人文歷史的文化甚至你可以倒推到四千多年前對不對哈好我們今天謝謝跟這個花蓮林牛林社區交流協會營造組長楊富民連線由他來跟我們來說明介紹這個很很有趣的一個村落叫豐田村有機會去看一看拜拜嗯拜拜 拜拜